17号当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到苗栗 主持国民党苗栗县党部主委交接典礼 朱立伦致辞时强调国民党的提名人必须清白参选 所以不会提名中东警 我们清白参选的这些规范 党章党纪的规范 没有人可以突破 18号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上广播节目 谈到苗栗县长选战的布局 话讲得更白 说国民党有排黑条款不能违反党规 而且在与中东警的协调过程中 消耗很多防弹背心 被外界解读 所指对象为积极表态参选的中东警 这个就是所谓的排黑条款 中议长很强势 他就是表态他要选 需要非常多的勇气 然后跟毅力去坚持他 要消耗掉很多件防弹背心 面对明理枪按理刀 中东警现在个人脸书上炮轰 国民党中央只会炮打自己人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形象非常负面 中东警自述 常为了各项地方需要的经费 自掏腰包 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包含防弹背心 谢谢秘书长关心 当我坦荡荡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提防弹背心呢 我从来不会去对不起任何人 所以我也不曾说谎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三个字 我只是觉得这个水准不是那么好 中东警还说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城无力可回天 但希望能敲响警钟 党内革命势在必行 更有地方人士盛传 内战打不停 让国民党的一些议员参选人心寒 打算不以国民党籍参选 集体出走 中东警效应恐怕会再扩大 也是必强力冲击国民党中央 苗栗这一局 这个火药味真的非常浓 瑞德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这个上广播的时候 他这样在说算笑 他说苗栗布局沟通过程中 他哪笑哪讲 说会消耗掉很多件防弹背心 问题是他以为的玩笑话 听在中东警的耳里 人家是气炸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呢 来 瑞德哥 我觉得这个身为中国国民党 一个百年大党的一个秘书长 竟然讲出这样不得体的话 那么请问你 那之前为什么你国民党 让他当议长 你们国民党之前就不用排黑了吗 所以你国民党以前 那就纵容黑道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现在否认他的话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更何况 那么我不知道那朱立伦 在苗栗见他的时候呢 不知道朱立伦穿破了几件防弹背心 很简单嘛 如果按照你这样讲 黄弹背心没有被枪打过的 干嘛换呢 对不对 你们是每次要到苗栗 都要换黄弹背心吗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去侮辱一个人 我不认识中东警 中东警议长 跟我没有关系 不认识他 但你这样讲一个人 太过分 我想坦白的 比较怎么说 也是以前的东西 在之前申领苗栗县 党部主委的时候 每个月的薪水 还他支付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 对不对 今天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就算你要把他开除党籍也好 你不需要口出二言嘛 你是君子吗 那么还有就是 你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去讲说 我们国民党清清白白 这个人就不能排黑 就不能选举 天哪 也不过在2020年 你是健忘 你是健忘了 还是想不起来 你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 有卷入所谓的杀警察气势案的人 没有吗 你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有卷入毒品案的人 没有吗 很奇怪 你那时候都不在乎 这时候很重要 你知道吗 这时候突然间变成清清白白 不然你列下一个 你刚才讲说 有钱可都一律禁止 这个等于说参选就好了 对不对 同同淘汰嘛 对不对 有做过劳的 现在还不是一样是太上皇 不是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 我个人倒认为 年轻时候 如果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付出代价 他愿意改过 选天上帝 生前还做过屠夫呢 对不对 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嘛 那问题就来了 好 那你现在硬要不要中东井 然后硬要提卸服风 不好意思啊 民调只能做参考 但民调有时候也很残酷 也很残忍 各位看一下民调 这民调在这里 从公布前 从黄黛衣还没有穿破钱 对不对 到现在黄黛衣说 不知道穿了几件 中东井一直是第一名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 你不选的徐先生 徐立委 把他排除的话 中东井都第一名 谢福宏 没有悬念 都是最后一名 12.38而已 甚至于比时代力量 跟民进党提名 无党籍的徐定真 都来得差 那你认为谢福宏 所以因为他民调最差 所以他当选率最高 你头上是破了他了 我说坦白了 那么我们用基本的科学来 难道苗栗的乡亲们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吗 浙江 我跟你讲 那么如果陈时中当选 我要特别感谢 柯文哲市长 跟他太太 陈佩琪女士 不过我在这个地方讲 那么我觉得陈时中 跟我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我跟陈时中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只敢批评 别人的太太 比其他自己的太太 我不敢批评你知道吗 那科问题就来了 那现在如果 如果苗栗 苗栗是西部 台湾西部县市首长 唯一一个没有政党轮替过了 你知道吗 都国民党的天啊 都满着天啊 民进党不可能嘛 这次如果许定真 有机会当选的话 那感谢他的贵人 就是朱立伦 我告诉各位 桃园如果当时 那么已经动心了 那么那一位 这个等于说立委啊 鲁明哲 如果国民党是提名他的话 民进党有够害怕的 我说坦白的 不管找谁来 找林志坚来 还是找这个郑运棚来 都很难打 可问题是 感谢这个朱立伦 为什么 因为他找了一个张善政 各位 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张善政的新闻在哪里 张善政每天在干嘛 他跑了很多的行程 张善政得到了这个 很多好人相信的支持 没有吧 你有听到任何的议题吗 听到任何的这个新闻 没有啊 他就像萧生逆施 逆斤一样 他鸭子滑水 那么在无形当中 想要赢得大胜这场选战 没可能的事情嘛 谢福洪现在也是一样啊 我问你一样啊 到时候如果中东景当选 那你怎么办 我问你中东景当选的话 那你这个等于说 朱立伦要不要下台啊 我告诉你啦 中东景现在就是跟他赌一口气 为什么 按照朱立伦 你看朱立伦那种态度 还有黄建廷这种说法 他今年连议长都不会给他啦 我讲坦白的啦 就说你当选议长 我现在中东景当选议长 单纯议员非常容易 但国民党就是不会给他 他再当议长了 我讲白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然背水一战 他说成这样对不对 我听说过去几十年的党员白做了 我的薪水白费了 我在苗栗 然后布局这么久 最后我本将心对明月 奈何明月照过去 跟他说成这样 你知道吗 求出力嘛 不然大家比照办理 国民党在地方基层的 这些所谓的代表 就代表会主席也好 是议长也好 是议官也好 大家都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 从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朱立伦在去年 那么选这个所谓的主席的时候 他曾经拍了个广告说 六度要有三度以上 然后又有十六县市 否则他辞职嘛 都不用 我们看看苗栗就好了 苗栗个人大胆预言 除非有奇迹出现 否则 那么谢富宏 我个人大胆预言 他是不会当选苗栗现场的啦 那除非这个中东 这个等于说不选嘛 可问题是现在不可能了 苗栗各派系的整合的时间 已经过了 你今天跟人家说什么 防弹衣穿法鬼啊 你有没有 我说一大堆了喔 我今天 我今天中东井 如果再退选的话 我只死人方法不去 我要这样描地做人 对不对喔 所以中议长继续选 支持你 好 这个选戏 最后还会是选一个骨骑的啦 现在好啦 这个中东井的民调都是第一名 那这样怎么可能退呢 好 国民党真的内斗内行 而且现在什么时代啊 怎么选举还会讲到防弹背心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请教我们中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